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下個月的月底,28日 就是陳茂波,我相信是做了財爺 那麼長時間以來,就發表這一份 最難寫的,最辛苦的,最惡劣的環境底下的 要講的財政預算案 大家知道了,財赤是非常之嚴重的 一千六百多億 然後儲備只夠十個月,一年也不夠用 只有六千多億那麼大把 然後你看到經濟一直下滑 股票開了市這麼久 今年年初到現在升了兩天那麼大把 下個禮拜不知如何,晚五點會否守住 也不知 樓價一直下跌 我看到一些傳媒說 某些拍賣行 拍賣 四十幾間銀主盤,包括 五十幾萬 底價的一間公屋 全部無人問津 樓泊 全部樓泊 賣地也不賣 財政年度最後一季 不賣這個住宅商用地 只是賣一個工業地 似乎就無論是在股票,無論是在 房地產等等的收入 都是會大幅下跌的 所以即使 政府一直都說 我們的新封稅,利得稅 會在最後一季才收的 財政年度,大家不用擔心 究竟是怎樣呢,很快就會揭曉的 好了 陳茂波這份證書很難寫 如果你要問那些立法會議員 怎樣為他們出謀獻賊 那些就浪費了 浪費的原因就是 不是他不努力 不是他不誠懇 那些議員 而是他們不學無術 不懂事 你問商界的 現在的經濟這麼嚴重 那是不是23條要停一停 不行,一定要搞 盡快搞 因為他老闆 即是超哥說要搞 盡快搞 超哥的老闆也說要盡快搞 即是他爺 盡快搞 那 才爺陳茂波到了達玉斯 別人問他 我看到很多不同的世界上的 經濟領袖 商界的領袖 他們都沒什麼人提23條 沒什麼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回應真的很好笑 認識你老鼠嗎 認識你香港老鼠嗎 越來越不認識 23條 他怎知道要搞什麼23條 搞到暗暗 搞到現在 垃圾徵費也要讓路 出來的條例草案 具體的樣子是什麼 人們才會留意 對他商界投資 在香港的人 在香港的 工作人員 公司的 大老闆 CEO 人身安全會不會受到威脅 那時候他們才會吵 現在你告訴別人 他怎麼沒提23條 23條 怎麼樣子都不知道 說什麼23條 是香港人最關心的意思 外國商界 關心什麼 香港的經濟 怎麼搞下去 我想有些人也有資格說話 雖然這個一直都在打順境波 以前也有些 疫境波打 就是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他選完特首輸了之後 現在蕭瑤快活 又做一些非執行董事 又跟年輕人搞什麼創意 都叫找真銀 退口之靈 他在周北社社交媒體網誌那裏寫 都挺好玩的 他從哪裏開始說起呢 他就由 一田百貨 大家知道一田百貨 就是要縮 大家知道在沙田 小弟都住沙田很長的時間 跟他一樣 他就說 最近看到新城市廣場的一田百貨要縮減規模 有很多 大家很熟悉的 大家知道百貨公司通常是 判一些位置 被人出去 租不同的牌子 在租一些位置 大家去走 什麼都可以看什麼都可以買 很開心的 一田百貨縮減 很多朋友都 很感慨 有一些很熟悉 經常去的商店 現在 漸漸就消失了 他從這裏開始說起 我本身不是一個喜歡逛街買東西的人 以前在美國住的時候 大家說去周末去購物 我都很悶 喜歡在家裏做家務 剪草 洗下車 洗下廁所 不過我記得 在80年代初回到香港之後 我在政府裏面做的 就是做沙田助理政務專員 大家記不記得曾蔭權的老死 他的老朋友 做AO的時候 都是做沙田的 政務專員 小弟 有幸 當他做沙田助理政務專員的時候 好像在做學生部 我忘記了是不是 還是剛剛出來做事 是訪問過他 可能他當然是忘記了 原來曾俊華不說不知道 他做沙田助理政務專員 那時候是什麼 八百伴 在沙田開 很轟動的八百伴 那就是開心新店 真是盛事 為慶祝他的開幕 他跟沙田區議會 合力完成在城門河放煙花的創舉 我真的忘記了 這件事 很多沙田有的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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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太太都喜歡去商場 去大院重板屋 真是驅王儀 大院有樂 大家記得嗎 後來就變成崇江 那一大地方 我都很記得大院和重板屋 他說 3月那些 給小孩放電 但是 張俊華說 我不喜歡行公司 男裝女裝家的用品 他喜歡行food court 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食物 最懷念百貨公司的food court 就是倫敦的Hero 其中一個 每次 都發現有不同的 食物 例如烤肉、芝士、朱古力和其他食飯 一路走一路都可以滿足 看、聞、吃 幾種觀感 走完之後 連晚飯都節省 沒得撐 現在在街上 他就感覺到 香港的零售業真的很嚴重 前景相當困難 但是我們要接受港人北上消費 去一些物價比香港低的地方 沒辦法 自然不過的事 水向低流 所以很多 好像我上個星期這樣說 香港一定不可以跟人鬥 不可以跟人鬥齊 不可以跟人鬥多 要做一些有質素的事 突出香港的品味 香港獨特的lifestyle 是什麼呢 張先生 現在香港還有什麼獨特lifestyle 我想知道 茶餐廳是 絲襪奶茶 那碗餐蛋麵 燉下去 汁都彈出來 那都是香港lifestyle的東西 這些 今時今日的覆沒態度 不可以 那有什麼 很獨特的 大陸那些都是灑眼嬌的 對嗎 末里揚之金路 灑眼嬌的東西 現在大陸更可怕 你有沒有聽過 茅臺拉蒂 都可以 放些酒下去 還有 聽過什麼 什麼腐乳 什麼咖啡 我聽到都很冷靜 這些 全部都是 很誇大的 貌似是叫做創新的 但可能是 兩者就沒有興趣 我想問你香港 有什麼可以長遠 吸引人的 有香港特色的 香港lifestyle的東西 然後 環顧世界各大城市 像東京、倫敦、紐約、巴黎、米蘭 甚至是摩洛哥 其實 這麼多年 他們本身的文化氛圍 沒有什麼變過 沒有什麼變過 其實如果說倫敦 我現在身處英國 經常出倫敦的時候 倫敦 很多舊東西 舊東西不是經常變的 不像深圳 不像Coco Park 不是大陸那些不停的變化 不需要不停的變化 有些東西是 歷久常生 當年年輕人就覺得 看來看去 但是我們用兩個字 很盡永的 那些味道 搭下去會有回甘的感覺 無論是建築物 或者他們一些 不同的食肆 有些是舊的 例如有些酒吧 有些人介紹我去的酒吧 一百多年已經存在了 你去到喝杯啤酒 這些人去來去都吃了 吃東西不是特別好吃 就是喜歡他們的氣氛 可能每一個酒吧有歷史的存在 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變過 例如《Crown》這個劇 提及帝王主義旅行 很吸引 東京天王的神秘金 也是有特別的元素 米蘭的獨特藝術 時尚 這些通通都是 他們自身獨特的地方 為何 香港為何會忘記自己本身最美麗的 一面 香港零售業面對的危機 正好是一個給大家轉身的契機 胡蘇貞 是講到一些 香港的重要的地方 即是 香港還盛下什麼 我經常問這個問題 去吸引香港人留下 大陸人來 外國遊客來 還盛下什麼 這個很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跟著他說 我們仍然相對香港人的智慧 只是現在經濟轉折關頭 我想 都不是最適當時去加稅 反而在資息方面要放血 做這些事短期來說是會傷身的 但如果是正確的事的話就要有勇氣去做 去堅持 唉 我覺得有時就不在其為 說得比較輕鬆 儲備得6000多億 財赤有1600多億 跟著可能財赤越來越高 儲備越來越少 怎樣放血呢 有時我們要想一下 你說的不是沒有道理 但是怎樣放血 又怎樣增加支出呢 去刺激經濟呢 這個才是關鍵 我期待他下一篇 講清楚他的智慧 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不過我經常想說 香港還盛下什麼 這個問題 我經常說了很久 香港還盛下什麼 你說倫敦 東京 這個 這個米蘭 紐約 巴黎 他有他很獨特的 歷史的運味 即使是說現代 也都是 變化多端很吹灑的 不是灑眼嬌的東西 但是香港有什麼 香港其實有很多很駿銘的東西 不過逐一被剝落 香港吸引力的地方 吸引外國遊海的地方 經常說是 East Mist West 東西交會的地方 東西交會是什麼來的呢 有東方的文化 你知道 陳冠宗經常說香港獨特的就是半唐番 我們有時候會說英文 有時候會說外來拍來語 我們的生活方式有時候有些是很英國式的 有些是很傳統中國式的 是不是 我們會是這樣的 這就是生活方式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我們有法治 我們是尊重個人的 我們是說自由的 我們有新聞的傳播、資訊等等的流通是沒有什麼隱外的 我們是 很強調英國的獨立司法的傳統 這些全部都是 來到香港即使是中國主權下的特別行政區 都是獨特的地方 有它的吸引力、有它的魅力 它的魅力不是來自放煙花、不是來自維港的表演 不是來自那些東西 不是做摩天輪無緣無故放在那裡 它魅力 你是很難說得出 究竟是 東西很好吃 或者人是很容易相遇 不是 來到這裡你會覺得 很自由自在 不會怕我們說錯事 做錯什麼 隨時有警察上門有人拘捕 警察會很有禮貌 香港的交通也是相當井然的 雖然有時候會有些爭執 是吧 警察是幫市民去 調解糾紛的 不是渴罵他們的 我們長期在香港生活就是一種 很安樂、很自在的感覺 今天 有很多在英國的 其他地方住的香港人 趁著假期 聖誕假回香港 探親 他回來告訴我 撐不住 每一次回來都覺得撐不住 他說 越翻越少了 如果不是OK 香港有老人家 他真的不會回去 他撐不住那種感覺 香港人本身都撐不住那種感覺 那你說 外面的人怎麼來 即是 你講那麼久 其實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去解決 現在香港 那個經濟的問題 也都遊客越來越少的問題 沒有什麼去解決 但是我們的官員 我們的官員其實就是 曾俊華就是不在其位 他不應該具體給什麼 沒有人生神仙 才可以知道未來 但是現在 坐在那個位的官員 我也都 覺得他們 除了 說 日又繽紛日又繽紛 用魚蛋用燒賣去救香港經濟之外 真的說不到什麼 也都說不到辦法 譬如 譬如陳茂波 寫網誌 網誌自講 去完達沃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 他就在網誌 外圍種種不明朗的因素 香港作為細小 全開放型的經濟體 短期裏面無可避免一定挑戰 政府正籌備 一份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會繼續密切注意經濟 情況最新發展 充分兼顧公共財政狀況下 盡力推出適當平衡的措施 致力保持香港的活力 鞏固市民對經濟前景的信心 此行達到預期目標 說好香港故事 說好中國故事 擴大了香港的朋友圈 為了香港招商引資 邀請大型跨國企業 創科 界的獨特 獨角獸 來香港考察 吸引他們 知道他說什麼 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說什麼 不是不明白他的字 說什麼 每個字我都懂 每個字我都明白 我不知道他說什麼 你有沒有 為香港 的經濟前景 有沒有任何良方妙策提出來 他最多就是 充分兼顧公共財政狀況下 盡量 推出適當平衡的措施 致力保持香港的活力 鞏固市民對經濟前景的信心 即是怎樣 波叔 即是怎樣 我希望你真是拿到辦法 如果不是 有些人問你都走 你這麼關心香港 做什麼 大哥 香港是我的家 即使我不是住在那裏 也可以是我的家 我成長的地方 我很多朋友 我的親友 都在那裏 我當然關心 你剝奪了我的權利 不讓我關心 是不是 你有權剝奪我的權利嗎 現在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 放血是甚麼呢 不是加稅 我都覺得很難加稅 加稅可能是 弄死香港 但是不加稅 他錢給我來 如何放血呢 還可以把 有甚麼血出來 可以救到香港經濟 他有沒有那麼多子彈 去做這件事 這個呢 我就是等 前才爺 和現今的才爺 有甚麼 良方妙計出來 我等 給點耐性 沒多久 一個多月 我們就遲到了 這次講到這裏 支持我Patreon 支持我三次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再見 ked兒子 乾杯 再來 接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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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